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见面聊一聊整个竞选我们党的一些理念 我们的policy 还有我本人的一些情况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我名字就大家很容易记叫五洲 对我的五亚洲的洲 五洲四海 我父母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名字 非常特殊 对 从小他们就说你是不是有很大的目标 为什么要给你一个这么大的名字 而我的英文名也其实有意义 它叫Joanne取亚洲平安之一 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我本身是在20年前从广州来到这里 那么99年从梅西 Master of Business Studies 就是商学硕士毕业 在毕业之前 我已经是在Forsight Bar Fred Williams 新西兰最大的一个证券交易行 做Equity Operator 就是相当于超盘员 这样所以在这生活了20年以后 我自己突然发现 好像是时候要站出来做一点事情的时候了 那么在我来新西兰之前 我是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 和在广发证券做了7年的金融工作 我是中国第一批证券的从业人员 所以回头再看这20年华人在这所做的每一个贡献 所取得的成就 我都觉得很为我们这批移民感到骄傲 所以您是见证了这个华裔的移民 在这个新西兰来奋斗的一个历程 对 而我本人现在是AMP True North Investments 就是正北投资公司的一个金融顾问 我做所有的投资 理财 贷款 保险 所以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朋友 客人 我了解他们的需要 我知道他们有什么困苦 我也知道 就是说 一个移民到一个新的环境里 它有多么的不容易 它怎么样才能够让它settle down 怎么才能让它享受 除了这个那么甜美的空气以外 那么美丽的城市以外 还能够怎么让每个人都在这找到他生活的价值 所以在这个金融行业这么多年以后 您就选择了从政 从政这个讲起来 我很感恩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去从政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真的是挺特殊的一个经历 当我遇到我们党魁的时候 他第一眼他就说 我锁定你一定要来做我们这个party的candidate 我当时就以为他是在 开玩笑 对 我没太当回事 结果他们就不停地就一直在跟我联系 那最后我就回去问到我们公司老板 我问他 我说他们这个party呢 想让我做candidate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可以不用做 我想找个借口 结果他的回答让我意想不到 他说 Joanne你永远不知道你能走多远 为什么不做呢 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一个好的advisor 同样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政治人物 他说我相信我看好你 你就去做吧 所以他非常支持你 非常支持 而且把工作的时间让出来 你知道我们每天工作量很大的 我要见很多客人 要做很多plan 结果他把大量的时间让出来 就全心全意的来支持我 所以后来我在想 我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 能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 然后很安心的去用 来投身 对完全是全身心的去投入 所以我自己有很多的得着 我也很感恩 我觉得这真不是我配得的 真的不是我所配得的 但是在整个经历这个参与的过程中 我发现我自己有得着 因为以前看的东西 想的东西完全不用那么宏观的 或那么从政治的角度去 结果突然现在每天都要做debate 天天问的都是超出你想象的一些 就感觉人生的 打开了另外一种 对对对 然后你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 你突然发现你的人生被提拉起来 然后你又更宽的一个视觉 去看到民生的需要 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 如果能在里头尽微薄之力 那真的是人生的一个 就很有成就感 成就 我不敢说我是成就 我觉得我是被提升了 那么其实从政的话 也有很多选择 因为新西兰的政党特别多 对 那么您是为什么选择了人民党 我讲出来 朋友们都觉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选择人民党真的就是喜欢它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 对这个名字给我非常深的这种触动 我们来到这儿生活在这里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QV 我们并不是说否认我们自己的移民背景 但是我们更多的希望自己能融入到社会 然后尽自己的努力去给社会创造一些价值 因为我们尽享了这儿的恩惠 这20年我吸了那么多新鲜空气 是吧 我得到了那么多无以严肃的那些 延续的这种机会帮助 认识那么多朋友陪着他们一起走他的人生路 这都是我所人生没有不曾想过的 因为我从广发离开的时候 我的老板跟我说 他说Joey你不要走 你走了以后你永远到那个国家 你做不了百里 你充其量只能做个蓝里 你在这儿我们是把你当国际的窗口 往外推的一个人 你跑到那儿只能放牧牛羊 哪能想到您今天成为一位政党候选人 但是真的是感恩 那我经历了这个以后 我突然对这个政党为什么喜欢您问到的问题 就是一个是它是人民的党 代替人民去发声 还有一个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这个社会 我们就要有一个主人翁的态度 除了你要做自己当境的任务 去完成你所要做的工作 去帮助人以外 你也要尽一个公民英尽的责任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把它当做自己的家 那家政家里的事 你不参与 你不参与的话 那怎么能表示出你是真正的 把自己把它融入到这个社会了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主要参政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华人确实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由于我们语言的原因受到了很多的拦阻 所以可能有一些委屈 有受到一些迫害 都没有办法去找到地方去陈述 那尤其是我做保险这部分呢 我的客人下了班回到家 这个家就被盗了 结果呢打电话找警察 最快也要到第二天才能来 提取指纹这些 那么更不要说我自己开车到南区 就进去AA办一下事出来 玻璃窗就被砸烂了 所以就是说当你的生活在 二十年前我父母寄一个包裹 放在我们门口 从早上放进去到下午我们下班回来 他还在那儿纹丝不动 到现在好多孩子不敢自己晚上出门 我亲自听到我的客人就坐着火车 在那等火车的时候就看到有人蒙面 就当白天就直接抢劫 那像这样的每况日下的这种治安 让这么美丽的国家蒙羞 那就需要有人勇敢的出来 去来挑就是挑战他的一些法律上的制度 比如说像我们在提到这个治安的问题上 我们想加大自我防范的能力 因为现在如果说别人来抢你的商店 或者别人来对你进行人身攻击 你不可以去挟制他 对对对 尤其哪怕他在你家门外面涂鸦 你不能把他拉进屋子里绑他 因为警察来了时你是绑架他 而不是他来侵犯到你 所以我们希望在法律上加大这个力度 还有对青少年的管制 比如说十三四岁以下的孩子 他在做人身伤害或者说做一些犯罪的时候 没有法律可以控制他 那如果说就是照国家党的意思 就是说等他犯罪到一定程度 我把他放去军训 即花纳税人的钱 效果也不好 因为他已经造成了连续的犯罪 我们可不可以在他刚开始犯罪的时候 就对他进行教育 对他进行疏导 对他进行关怀 所以这些政党的这些他的所有的政策 我觉得他都是首先是优惠到我们的民众 然后能够更高的给大家有一个当主人翁的感受 否则的话你像首次买房 如果说以奥克兰现在的房价平均房价80万的话 你要交20%就是16万 对一个两口子之家 就是没有任何父母资助的情况下 要攒多久才能买到呢 假如我们能够进到议会 这个10万块钱免息5年 可以优惠到这些低收入 或者是首次买家的这些家庭的时候 让他们梦想成真的 那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呢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不要把政治想的那么高大上 其实他是接地气的 就是说不一定是很宏观的 一些国家层面的一些话题 很可能就是一些大家生活中关心的 没错 普罗大众代表你去深言 代表你去主张一些正义 代表你去尽些我们社会 所应该给你的关怀和帮助 我觉得特别好 您谈的这一点真的特别的好 您在人民党里面是主要负责一些什么样的事物 在最近一段时间 我主要负责所有的辩论 因为可能他们讲笑 我可能比较国际化的面孔 关键是我自己 我觉得人应该把自己自我这部分放下 你应该代表一个党 代表一个民众的心声 你应该是用一个比较直观的正确的观点 去考虑事情 比如说现在各个党都在派大礼包 那你选了我以后我要做多少多少的事情 发糖 对对对 我觉得得人心不是靠派理 而是靠你做出实际的行动 让人相信你的理念是得到人支持的 那么我们不需要把那个定的多好 关键是你能不能实施 比如说不停的减税 减完税以后 那我们人是得意了 但是国家受创了 那么国家没有钱的情况下 他怎么来实施他所承诺的事情呢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 应该鼓励民众多多参与政治 多多的去进行奉献 而且同时也教育人怎么样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让我们每个人尽自己的责任 除了要把自己的家人朋友所有社会工作做好以外 如何提高人民的素质素养 我个人不太赞成 就是说你把人放在那儿 我feed你 我给你足够的钱 让你生活愉快就OK了 你不能把他只是当做一个正常活下去的人来对待 而应该把他塑造成一个能为国家做贡献的 大家一起用力去推车的那么一个人 那这样的话 众人食材火焰高 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所以我觉得不要一再的强调我要建多少公路 而应该说把现有的公共设施用好 完了把它带动起经济 节省大家的时间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实处得到优惠 而不是天天看的都是数字 结果最后该耽误的事一样也没少 完了没有得到安全的感受 还是不能够让每一个政府能够踏踏实实坐在那是吧 所以我其实是想通过我个人的精力来鼓励更多的华人朋友来参政议政 我们真的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人 只是有这么一份责任心 就觉得来到这里生活了二十年 敬享了所有的恩惠以外 我们能做点什么 踏踏实实的就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关心他 建议 深言 建议 提出您的观点 我相信每一个人他的观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说的非常的好 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听了五周女士的这番介绍之后 对新西兰的人民党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是一个为人民发声的政党 希望大家在今年政党投票的时候能够考虑一下新西兰的人民党 也希望大家平常多多了解新西兰的各大政党的相关的政策信息 这样大家在大选的时候可以投出最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 是的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五周女士来到节目当中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再会 谢谢大家